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會發生人的 例如,其實很多都是接觸不同人 我真的會認識一個新的朋友 也好,可能在工作上認識好人 但是你如果有機會跟他坐落 可能講幾個月的時候 那些小的對話都是有趣的 因為你其實看到同樣看同一件事 有什麼不同的角度表 那這些經驗就會令到自己都會想 到最後其實大家怎麼看這件事 或者大家怎麼做的模式 其實可以很貴重 但是這件事也是有趣的地方 但是很多東西都會發生人 甚至乎一些很瑣碎的事 或者很小的物件都會發生人 去做,即是現在做的模式 例如去旅行 去一個未去的地方 或者不同時間去回很多地方都會 你會見到一個生活模式的分別 那這件事是很fascinating 因為你會看到其他人和你有什麼不同 你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這件事就很有趣 因為講幾個孩子很簡單 你去一個超級市場也好 去一個五級也好 去新市場也好 他們賣的東西反映著可樂的生活模式 他們擺東西的方法 可能也在說一個故事 那這些東西就很mine的東西 其實一邊一邊給一些inspiration 去做創作 可能是一個object design也好 一個exhibition design也好 它都會inspire到你 如何去講個故事 或者人用那樣東西 那樣東西怎樣 帶了一個interaction出來 這些都是很有趣 但是這些inspiration 很難說 就是你看到它在這裡 這裏 就是今次我就可以在這個project 拿來的 反而它是 你慢慢experience這些小事的時候 它就會存下來 好像一個inspiration bank 就是存在存在的時候 你不小心用了 到你用了那一刻 你再看回 你就知道 其實那個inspiration 是哪裏 或者是哪些地方 那你那一刻 就覺得 事情是很有趣